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崭新的统一时代逐渐显露真容 在隋文帝杨坚的带领下 隋国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击败了南方强敌陈国 结束了中华大地上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锦绣山河再度统一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标秉史册的统一时刻 而当我们回首阳间登基之初的那段纷争岁月 摆在他面前的天下局势可谓波绝云轨 危机四伏 难有陈国时时侵扰 北有编幻日日不明 加在两股强大势力之间的隋国 几乎时刻面临生死存亡之境 可偏偏正是在这样不利的现实条件下 杨坚历经图治 伺机而动 一举实现了中华大地 时隔数百年的再度统一 那么 杨坚都采取了哪些妙计 应对来自南北两大敌国的威胁 他又是在怎样的复杂情况下 抓住了统一江山的时机呢 厦门大学李京副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隋唐篇第二集 江山一统 北周外戚阳间一朝崛起 改天换地 建立了自家王朝 定国号为隋 年号开皇 随这个王朝呢 我们都知道 有两大特点 一是寿命不长 二是贡献很大 一个高效地实现了文治武功的王朝 对后代影响又那么深远 他为什么不能国运绵长呢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 一定要回答的问题 不过今天先按下布表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随使三十八年最绚丽的 莫过于一统江山 所以今天我们讲统一 跟北魏孝文帝 南朝梁武帝 北朝周武帝比起来 阳间无疑 更具有成为天下共主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 他就能躺赢 好像一统江山很容易似的 事实上 他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一到长江天险 隔开南北两地 阳间清楚呀 贫臣不可清帅 在新王朝站稳脚跟之前 如果贸然进兵 很有可能弄不好 统一没实现 自己先搭进去了 这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教训 三百八十三年 强大的前秦南征东晋 结果一场翡水之战打下来 东晋没被攻破 前秦惨败 自己先趴下了 前车之父后车之剑 所以贫臣之事要先缓一缓 新王朝第一要务是稳定 别的事情慢慢来 必要的时候 在陈朝面前低头扶个软 阳间也是放得下身段的 可一旦时机成熟 当随朝力量足够强大 游刃有余的时候 阳间可就不客气了 一举攻下陈朝 来了个后机快发 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五百八十一年一登基 雄心勃勃立志有所作为的中年皇帝阳间 就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啊 改革官制制定律法 整治乡村充实国库 发展教育 选拔人才 一件接一件是渐渐有成效 北周乱麻一样的朝政 在阳间手里被治理的有条不紧 中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是有一件事 让阳间大伤脑筋 什么事呢 不是贫臣 在隋朝建国的头几年里 贫臣是远律 而阳间需要先解决 尽忧 尽忧不解决 这远律啊 就不能提上日程 那么阳间的尽忧是什么呢 边境不太平 而且不止一面 东西南北四面都不太平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 北境强敌突厥 突厥在北朝末期 逐渐控制了末北草原 他们拥有数十万强兵 严重威胁着中原政权 当时中原两大政权 北齐 北周 一东一西 都想平灭对方 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 两家争相讨好突厥 年年啊 都往草原上送钱 送东西 生怕给少了 突厥人翻脸不高兴 被对手争取过去 自己落得个势单利孤 这突厥人呢 巴不得北周 北齐两家闹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可是他们没想到 老黄历总有一天 是会翻过去的 北周最后攻下了 北齐统一了中原 一番风云变换之后 杨坚做了皇帝 清王朝明确表态 停止对突厥 遂共 杨坚不想受制于突厥人 从前 用玉伯换和平的时代 结束了 杨坚不可能 再源源不断地 送上门去了 我有钱不会自己花吗 我可以拿这些钱来 养民备战 修固长城 把对突厥的防御攻势 牢牢地建立起来呀 杨坚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时候 突厥的主要首领是 沙波略克汗 北周通过和亲 跟突厥搞好关系 把赵王宇文昭的女儿 千金公主 嫁给沙波略 杨坚以随戴州 杀了北周皇室成员 这千金公主 成天哭哭啼啼 穿夺着沙波略报仇 这女人老在身边哭是吧 沙波略就想 也是 我好歹是周朝的女婿 随主灭了周朝 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不然怎么在可赫敦面前冲英雄呢 可赫敦是突厥人对 可汗妻子的称呼 看起来 沙波略是要替千金公主 出这口气 替七家报纳血海深仇了 不过呢 作为一族之长 沙波略想挑起战争 不会只是因为枕头风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阳间不再给钱了 偏偏天公又不作美 草原上遭遇大汉 一整年啊 水枯草娇 不打这一仗 突厥人走不出眼前的困境 所以种种因素之下 开皇二年五月 沙波略集结起草原四十万强兵 气势汹汹 直扑长城而来 凶猛的北方势力 一直觊觎南方的富足之地 面对立国之初 根基不稳的随国 他们悍然举兵 发动战争 阳间深知自己面临的处境 倘若不能彻底 根除北方的边境之患 那么平臣和统一 只会是痴人说梦 而单凭武力方式进行抵抗 既难以取胜 又损耗国力 并非长久之计 就在此时 明臣长孙胜 向阳间献一妙计 正是这个妙计 为随国稳定北方 立下大功 更为日后的统一之战 争取了宝贵的时机 那么 长孙胜的这个妙计 到底是什么呢 随朝建国才一年多 强敌压境 阳间只能咬紧牙关 首途安民 从五月到十二月 半年多 随朝将士 浴血奋战 仗打得很艰难 好在阳间做了两手准备 他接受了大臣 长孙胜的建议 开辟了第二战场 在另一条战线上 展开了一场 看不见硝烟的外交战斗 长孙胜是随朝 一流的外交家 只是呢 他的名气 不如女儿女婿大 他女儿是谁呢 著名的长孙皇后 女婿就不用说了 唐太宗李世明 千金公主去突厥和亲史 长孙胜是送亲使团的副团长 他设意高超 天上飞来两只雕 沙伯略递给长孙胜两只剑 说把他们设下来 长孙胜抬头 见那两只雕 正纠缠在一起 抢肉吃 便抽出一只剑来 搭弓射了出去 来了个一发双冠 成语一剑双雕 就是这么来的 沙伯略对长孙胜很佩服 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 让贵族子弟呢 去亲近他学他的本事 而长孙胜 趁机使自己变成了突厥通 他上书阳间 说突厥人 在寒卫继承问题上 有矛盾 除了沙伯略可汗 还有阿波可汗 西面可汗和东面可汗 他们彼此不合 我们不妨用离剑计 远交进攻 离强和弱 让他们互相猜忌 自己乱起来 等他们内耗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找机会 趁机打过去 定能一战而歼灭之 阳间大喜 尽那奇迹 立刻实施 首先 赐给西面的达头克汗 一面狼头旗 据说呀 突厥人 是狼的后代 他们世代崇拜狼 阳间赐狼头旗给达头 意思是 我们遵你为突厥君长 承认你的权利 达头很高兴 东面克汗 楚罗侯呢 长孙胜 当年在突厥的时候 跟他关系不错 两人接过盟的 现在长孙胜 亲自出马 下重金 跟楚罗侯 来了个再续前盟 阿波克汗 在梁州 跟随军 僵持不下 两军振前约定 各派一名壮士 决胜负 输的那一方 先撤兵 结果呀 随军壮士 十万岁 纵马向前 两马交错之际 一眨眼的功夫 突厥壮士 便伸手异出 这情景 看得阿波克汗是 大惊失色 这位阿波克汗 本来是老克汗 看重的接班人 因为母亲出身卑微 他在寒味之争问题上 输给了沙伯略 所以两人是有矛盾的 现在长孙胜 看他打了败仗 情绪沮丧 便趁机再烧一把火 派人对他说 您看沙伯略可汗 只要出兵 打的就是大胜仗 所以突厥 人人崇拜他呀 您呢 才跟我们打一仗就输了 这是突厥的耻辱啊 回去不好交代吧 沙伯略可汗 不会轻饶您吧 您掂量掂量 是他的对手吗 不如跟打头可汗一样 投靠我朝 这跟您回去 被沙伯略杀辱比起来 可算是万全之策呀 于是阿波心动了 马上派使者 跟随长孙胜 环巢 请和 那边 沙伯略得知 阿波暗通随巢 大怒 袭击了阿波的营仗 杀了他母亲 两人彻底翻脸 母亲被杀 阿波能善罢甘休吗 血债自要血来场 他立刻杀气腾腾 向沙伯略报仇 一时间 草原未知震动 各派势力 纷纷选择自己的立场 有人选择沙伯略 有人选择阿波 强大的突厥 因此分裂为 两大集团 沙伯略在东 阿波在西 东西两大集团 彼此独立 忙着开打 再也无暇难顾了 开皇五年 沙伯略 折腾不动了 他终于死心塌地地 臣服于杨坚 说 天无二日 土无二亡 大随皇帝 真皇帝也 到了这一步 杨坚终于解除了 登基以来最大的威胁 摘去了心头大患 他让周边各民族看到 随 君臣其心 上下协力 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已经强势地崛起在 东方的地平线上 这是北方的问题 那么这几年 南方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呀 东晋以来的南北人为分界 已经将近三百年了 两边都做过统一的努力 可无论是北边的南征 还是南朝的北伐 都以失败告终 周末随初 南朝的陈宣帝 趁着北方动乱之机 派兵打过长江 想要收复此前被北州夺走的 江淮坚师弟 杨坚当时求吻心切 他是真不想打这一仗 可是刑事又由不得他不打 好在 各路人马几个月打下来 陈军到底不是随军的对手 到了581年年底 胜败局面 一定挑战着陈宣帝 气得一病不起 新年刚过 他就驾崩了 随朝将士一看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 成胜渡将 贫臣再此一举 可是杨坚说 不行 南县师弟已经重归我朝版图 仗打到这份上 行了 那将好就收吧 将士们贫臣心切 固然可嘉 但是成胜渡将不是时候 这北边啊 突厥人还在虎视眈眈的 朝廷没有力量 两面作战 还是先北后南 以大局为重吧 可是将领们不理解啊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 怎么仗说打就不打了呢 他们不愿意退兵 高调寝占 紧要关头 杨坚又一次 齐高一招 他又提前做好准备了 他早早地把高炯 派到前线来 为的就是这一天 他能替自己 节度诸军 给将士们做思想工作 高炯说 礼不伐丧 人家那边皇帝死了 正是国丧其间 咱们是仁义之师呀 岂可蹭人之威 诶这话 这说辞太好了 众将无话可说 所以随军 班师还朝 那边呢 陈宣帝的接班人 后主陈书宝 也不敢再往下打了 他主动请和 伸出橄榄枝来 杨坚赶紧接住 两朝修好 杨坚还派出砖使 去陈朝调宴 有好善意的姿态 做得很足 从此呢 两家关系缓和下来 杨坚能够全力对付 北方的突厥了 这是他高瞻远瞩的策略 是他在隋朝初见 多方受敌的形势下 走的一步棋 为了给统一天下争取时机 在南北两大强敌的夹击中 杨坚只能见机形势 逐个击破 那段艰难岁月里 也许承载了他很多权衡利弊后的心酸无奈 可是却无不体现着 统一战略下的深谋远虑 回首那个风云浩荡的历史进程 我们能感受到这位传奇人物 运筹帷幄 多谋善断的帝王风范 而在针对陈国的战略中 杨坚的笃定与自信 彰显得更加淋漓尽致 他以高超的手段既稳定了南方的局势 又使陈国内部逐渐分崩离析 那么杨坚到底以怎样绝妙的计策 来解决南方的问题 这又为他最终的统一之战 做了哪些准备呢 南方不能有事 南边稳定才能保证 杨坚在北域突厥时后顾无忧 可是他这个意图呀 陈书宝体会不到 这位南朝末代皇帝 最大的爱好是 领着妃嫔和一群哄皇帝玩的文官 聚会享乐 田田歌词玉树后亭花 很在行 守护江山可就差远了 自己不靠谱 还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将 他自视江南是传说中的 王器所在之地 又仗着有长江天险 自古长江隔两地 北朝谁来都不怕 杨坚愿意示好 他照单全收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一步一步 被杨坚算计 那么杨坚怎么示好呢 第一 聚祥示好 开皇三年 陈颖州城主张子基 派人求见杨坚 说他有意投诚 第二年 陈将夏侯苗也来请祥 这说明陈朝开始留不住人了 可是杨坚说 对不起 两国已经交好 好邻居不分彼此 你们愿意归顺 我心领了 但是人不能留下 请回吧 抓到间谍 也一样 后赠一马 礼颂出境 我知道你是卧底 可是我不杀你 杨坚这个做法 让陈后主很满意 他说 看看 随朝不敢拿咱们怎么样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放低姿态 开皇四年 杨坚派薛道衡 初始南朝 就是那位写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 私发在花前的薛道衡 出发之前 杨坚对他说 当时正义 勿以言辞相折 意思是你到了南边 说话一定要谨慎 口气务必谦和 嘴上占便宜 是要吃亏的 我的用意 你一定要好好体会 看见没有 就跟死前的 前线退兵一样 杨坚呀 这是在把自己的 全局官 传递给臣子 平臣时机未到之前 我们一人为上 不成一时之快 不光告诫臣子 杨坚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在给陈朝的国书中 他用词谦卑 称姓名顿手 就是直接署名杨坚 而不是隋朝皇帝 并且写上顿手 顿手就是磕头 古人用在书信 署名处 表示对看姓人的尊敬 杨坚对陈后主够客气吧 陈后主心安理得地 接受了杨坚的顿手 至于这国力并不弱小的 北方邻居 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客气 他懒得多想 杨坚示好的表现还有 比如说 当陈军侵犯边境时 随军采取守势 指手边不出击 这些都是麻痹对方 让对方放松警惕的做法 用在陈后主身上完美奏效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杨坚这是欲情故纵 将欲取之必顾余之 不是特别高明的策略 可是用来打倒 主婚陈坚的陈朝 陈朝绰绰有余 陈朝继续在南边 待得很乐呵 而杨坚呢 利用着宝贵的时间 全力以赴地 跟突厥人周旋 并且最终解除了 突厥对随朝的威胁 那么接下来 他就要转过头来 对付陈朝了 你不是不提防我吗 我就再往前走一步 一边继续示好 一边呢 有限度的打击你 打击 但是又不足以挑起两朝战事 这是高炯 献给杨坚的计策 主题词是扰乱 怎么扰乱呢 两招 第一招 江南江北水土不同 庄稼收割的时间不一样 江南忙着收割时 江北正闲着 所以随朝就在江南 收割庄稼的季节 利兵莫马集结军队 造出打仗的声势 迫使陈军准备应战 一旦陈军装备好了 随军呢立刻就甲不动 让你白忙活一场 陈军一看 哦又不打了 那行 接着收庄稼 可他这边一放松 那边呢 随军又开始调集兵马 如是者三 弄得陈军是筋疲力尽 庄稼也收不成了 久而久之 他们见随军 不停地 集结 解散 解散 集结 就想 原来你们是虚张声势 跟我们玩狼来了的游戏 对不起 我们不再相信了 而这正是杨坚要的效果 等到有一天 随军真正发起攻击时 不想再上当的陈军 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这是第一招 还有第二招 江南的房子 大部分是用毛竹搭建成的 粮食和贵重物品 也不像北方那样 可以藏在地窖里 这个特点 又被随朝利用了 他们派人 在天干物燥的时候 放火 一烧一大片 等成人 气呼呼地 把房子修建好了 再放一把火 又是如是者三 弄得成人是 不生其扰 不堪其乱 财力大损 而随朝 成本却很低 就这样 麻痹 加扰乱 两条计策 实施到位 收效良好 到了开皇八年 公元588年 随朝建立的 第八个年头 杨坚正式宣布 罚臣 他一边调兵遣将 一边展开心理战术 降下一道诏书 让人连夜抄写 三十万份 秘密送到江南分发 他在诏书上 对江南百姓说 天之所富 无非正成 美观听懒 有怀伤策 杨坚说 普天之下 都是我的百姓 江南市民 也不例外 陈后主 罪恶滔天 每当我听说 你们在他治下 受苦 我就跟你们 一样难受 现在 我解救你们来了 杨坚此举 是先生夺人 在大军压境之前 先从心理上 分化江南军民 结果陈后主说 瞧瞧 隋朝又来忽悠咱们了 别理他 他继续醉生梦死 年底 经过周密安排 杨坚派出 二儿子 晋王杨广 三儿子 秦王杨骏和清河公杨树 三大行军元帅 统帅五十一万八千兵力 西起巴蜀 东接沧海 在千里长江上 全线向陈军发起进攻 杨坚让三大元帅 分别负责 长江下 中 上游 三大作战区 彼此密切配合 上游的杨树 和中游的杨骏 负责牵制 陈朝兵力 下游的杨广 负责指导 陈朝首都建康 十二月 杨骏进驻汉口 做出要渡江的样子 迫使陈军抽调 数万水军回防 等他这边一调离 上游的杨树 便率领军队 趁虚东下 在长江三峡的 狼尾滩上 打响了 平臣战役 南朝陈国的灭亡 自然和隋国 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陈国后主 陈淑宝 昏溃无能 荒废朝政 这位平日里 花天酒地 痴心于奢靡享乐的 陈后主 在隋军攻破国门之际 接连做出了一系列 荒谬至极的决策 最终 陈国灭亡 中国统一 这让人不禁感慨 阳间一举实现的 统一大业 既顺应了分九闭合的 天下大事 也交织了陈后主 昏军亡国的历史宿命 那么 回首历史的细节 在与隋军作战的过程中 陈后主到底做出了哪些荒唐的决断 在灭臣的这场关键战争中 大隋这个呼之欲出的统一王朝 又展现了怎样辉弘的帝国气象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史话隋唐篇第二集 江山一通 北人不善水战 杨树呢 阳长必短 他派出军队 从南北两岸 夜西陈军陆营 自己则亲率一支水军 正面偷袭狼尾滩 这一仗 以陆战为主 水战为辅 水陆呼应 一举得胜 杨树大军冲出峡口 顺江而下 按照原计划 在中游跟杨俊胜利会师 之后 他们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将陈军部署在长江上游的重兵 死死的拦截住 这样一来 下游的杨广 就可以放心的攻打建康城了 健康 就是今天的南京 那么杨广这一仗打得顺不顺利呢 非常顺利 当时啊 陈后主正忙着 让人组织新年 也就是公元589年的元旦朝会 他要在朝会上阅兵 一展军威 这个时候 因为随军压尽而加强江防 不是向随朝 示弱吗 而且陈后主认为啊 江南是王弃所在之地 王弃在此 骑兵三来 周师再来 无不吹败 比何为者也 这北朝兵啊 打过来不是一回两回了 现在随军来了 又能怎么样 他们能插翅飞过长江吗 盲目自大的同时 陈后主还在行动上 主动配合杨广 为了声势浩大的阅兵 他竟然下令将长江下游水军 调回京城 如此一来 建康城门户大开 这相当于对杨广说 欢迎光临啊 这边呢 陈军正忙着喝酒 过年 那边 杨广手下 名震一时的大将 贺若碧和韩勤虎 率领先头部队出动了 韩勤虎的小分队 悄无声息地 登上了采石机 大年初一 贺若碧从扬州渡江 顺利地叫人难以置信 贺若碧带的人 比韩勤虎多呀 怎么陈军也没防备呢 原来在此之前 贺若碧把杨坚的扰乱政策 实施得非常到位 他的队伍每次换防 都故意把动静弄得很大 搅得陈军很紧张 各个披肩直锐 准备迎战 慢慢地 陈军摸清了贺若碧的路数 原来是例行调防呀 那不用管他 贺若碧呢 还经常安排人马 在江边打猎 惊奇招展 人海马斯的 一开始 陈军也很警觉 时间长了 就不再伤心了 原来是打猎 那行 你打你的吧 所以啊 这次贺若碧 真正渡江时 陈军的神经早就麻痹的无感了 而且大年初一这一天 老天也来帮忙 降下又酸又辣的大雾 雾色给随军打掩护 而陈后主呢 在这呛鼻的大雾中 匆匆结束朝会后 便昏然入睡 随军上岸时 他还没醒呢 几天之后 各路随军对建康城 形成包围之事 准备一举攻下建康 陈后主 一向不信任武将 临时抱佛脚 让老将 萧摩赫 领兵迎战 萧摩赫 临危受命 一腔热血要保家卫国 风气应子 可万万没想到 他前脚刚走 陈后主后脚 就将他年轻漂亮的妻子 接进了后宫 这仗 萧摩赫还有心思打吗 他最后在战场上 束手就擒 陈朝还有一位老将 任忠 他反对仓促应战 说建康城 兵精良足 咱们不用急着 跟随军交战 应该固守攻城 等待援军来临 可是陈后主不理会他 结果任忠 在失望中投降了随军 建康城失守 陈后主带着两个妃嫔 抱团躲进了枯井 当然躲是躲不过去的 随军很快就找到了他 等待他的是 被俘亡国 589年 贫臣战役结束 这一年是开皇九年 随朝建国的第九年 陈朝的四十个州 一百个郡 四百个县 都被随朝接管 历史再次见证了 金陵王器 黯然收 一片翔帆出石头的场景 东京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从此结束 江山一统 而如果我们从公元189年 董卓进京 东汉名存十王起算的话 这次的南北分界 长达四百年 中间只有过西境 短暂的统一 四百年 这是我国历史上 最长的一次分裂 空前绝后 所以完成统一大业的 随文帝扬间 功不可没 统一对扬间来说 意味着他不再只是江北之主 随朝的中央集权 从此可以覆盖大江南北 一个东方强国 在他手上诞生了 而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说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基础 就是随朝奠定的 随代北洲 民族融合 从此人不分胡汉 平成胜利 政权归一 从此地不分南北 江山一统 南北一家 胡汉齐心 共谋发展 光凭这一点 不用说其他工业 随文帝扬间 就称得上是千古一帝 那么除了江山一统 他还有其他哪些 标秉史册的工业呢 请看下集 除旧不新